一年一度新北市板桥慈惠宫绕镜活动盛大的登场 除了新北市长侯友宜之外 还有多位八点党的知名演员也受邀请来共襄盛举 一早庙宇并涌入了大批的信徒来参拜祈福 场面是相当热闹 恭请妈祖上教现场集满信徒前程回应 在天上圣母诞辰这一天 板桥慈惠宫都会供请妈祖寻安绕进板桥市区 我们板桥慈惠宫在每年天上圣母圣诞的时候 都会举行绕镜活动 那我们本身的话也有祈斗法会 有三天火轿一天到轿 总共四天的尼斗大法会 那这一次我们有一个亮点的话 就是有一些民事的艺人 他也会来跟我们一个车巡板桥市 还有那个采接的活动 拥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慈惠宫 是板桥第一间马祖庙 世世代代庇护着板桥人 因此拥有板桥骂的称号 对十八年历史来说 我们板桥骂过得来成百姿 这几年来在板桥骂的带导 十八年历史昨天 云团大四个孔来的板桥 都来救板桥骂 所以一历史昨天的板桥骂 卡西米三月二三天最幸福的生意 一直要来跟板桥骂 来跟他拜拜 让我们板桥骂 让我们设法治 让我们国家都能够平安 现在四五年历史 严队一门起来跑 轰隆巨想救连数公尺外的信众 都能感受到地面的震动 这也代表绕井真实开始 刚好逢那个妈祖的圣诞 然后就想说家里住房边 然后每年就是板桥骂汇宫的 车子都会车友到这边 然后就刚好抱小孩子过来 看热闹这样子 就希望小孩子平安健康长大 就是当妈妈的心态都是这样 特别的是今年八点档当红演员 受邀请来共襄盛举 现场气氛热闹又欢乐 每年绕境活动都涌入上千人参与 除了感受宗教文化魅力 也展现对妈祖的前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